总有人说霸牛才是吉虎的二旗 因为无论是从战里逼格还是待遇 他无疑都赢了景和太多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景和好歹还拿着五刃砍爆个胡神最终马克九呢 牛胜真够资格去成二旗 既然如此 阿当本期就来深度解析一下 假命骑士霸牛的实力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资格 首先来看看登陆形态 也就是白板形态 初登场于TV第一话 在几乎世界观的设定中 玩家骑士几乎一切战斗力 都是源自各类大小代扣 代扣的强度以及跟本人的适配性 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实力 而登陆形态 作为一开始没有装备任何代扣的白板 基本可以说是没有战斗力 就算是战神牛哥也一样 他的数值为全力1.6吨 体力3.8吨 跳跃力4.1米 跑速100米8.8秒 甚至还不如旧平成的前辈们 牛哥在TV中几乎没有使用过登陆形态 除了在第18话 刚从坟墓里爬出来时 手头上没有可用的代扣 又遭遇了邪木图骑士 无奈之下 只能强制变成登陆形态冲上去拼命了 好在牛哥虽然装备不行 但操作还是在的 并且得益于多次使用僵尸代扣 带来的肉体增加属性 居然还真给他活活乱全 打死了邪魔图骑士 这说明啥 说明咱牛哥自身实力还是比较硬的 然后就是他的经典款武装 基础僵尸代扣形态了 同样在TV第一话中就已经登场 打到大结局了还在用 可以说是顶级老母 该形态对比起素体登陆形态 数值上并没有上升多少 权力2.6吨 踢力5.3吨 跳跃力4.1米 跑走100米9.1秒 甚至移动速度还变慢了 但横向对比下 确实是比二级泰迪的权力踢力又高出不少 这也与僵尸形态擅长精神肉搏有关 他拥有极强的破坏力和对群输出能力 爪撞左臂不仅锋利无比 必要时刻还可以释放毒液 除此之外 僵尸牛哥还自在电锯人武装 僵尸破坏者 该武器拥有极致的对单输出能力 经常拼得人空蝶喊娘满蝶乱滚 特殊能力方面 如果长期使用该带扣 使用者可以免于死亡 例如牛哥在前期被暴死击杀后 就并没有成为金克朗 而是打用复活赛如闪电般归来 甚至他强大的意志力 还得到了洗头阁的认可 僵尸霸牛的实战能力也非常不错 牛哥后期两次拿着僵尸 单挑黑化井河的武刃 虽然头差点被打烂 但交战过程中不难看出 就算是面对二期最终形态 僵尸也有还手之力 甚至在牛哥的顶级操作下 还可以反咬对方几口 不愧是牛哥专属形态 再就是牛哥发兵的开始 邪魔图形态 他是中期牛哥打赢复活赛时 从邪魔图骑士手中顺手带扣变身而成的 该形态其实硬术 只是个应急形态 选择变身也是万不得已 但牛哥后续跳反进邪魔图阵营 仍然选择使用邪魔图代扣 所以才将其算作常态形态 数据方面比较拉广 权力3.4吨 踢力8.6吨 跳跃力13.8米 跑速100米72秒 只有护身强化双子形态的四分之一左右 能力设定方面 邪魔图霸牛的上半身 装备了邪魔图骑士同款装甲 可以释放伸缩自如的荆棘 用来抵挡攻击 或者提高自身权力和T级的破坏力 但因为该形态使用邪魔图代扣进行变身 所以有着吉祥的副作用 会给牛哥的身体带来负担 并将它一步步转化为邪魔图 难甭的是 这强大的副作用 却没有给牛哥带来强大的战力 邪魔图霸牛的实战 只能用一坨浓泻来形容 推上福将军的基础马格兰形态 居然仅仅只能做到五五开 两人从白天一直站到黑夜 邪魔图霸牛都无法拿下狐身 反倒是牛哥自己 因为多次受击 身体无法承受 从而强制解除了变身 连基础弧神这一关都过不了 就更别提后面打洗头哥了 那才真的叫被人当球蹄啊 洗头哥站在原地不动施展出的护盾 无论行不通霸牛如何吹打都稳死不动 就算牛哥硬顶副作用 使用必杀经级强化处理 也伤不了护盾分号 实力逼格双双背包 高脚子跌最黑暗的一击 除此之外 还有双子形态 牛哥版本出能场在TV第25话 没想到吧 我牛哥也玩过双子代扣 该代扣比较特殊 分为冲农前和冲能后 冲农前名为月升形态 虽然样子比起白板形态 只多了一个护墨镜和一把西挖刀 但数据却比速体提升了不少 权力2.1吨 体力5.1吨 跳跃力5.9米 跑速100米8.7秒 勉强持平 装备专属代扣后的基础形态 但这个形态最大的强化 便是手里的这把西挖刀了 牛哥拿了它后 直接就能追着胡人看 抽筒完毕后 便可以解锁指挥形态 牛哥便是那喷嚏机模式 权力10.4吨 体力25.5吨 跳跃力22.3米 跑速100米6.9秒 数值比起之前的基础代扣 暴涨了一大截 他的背部有一对控制平衡能力的飞翼 可以原地起飞空中作战 发挥出灵活的优势 但好死不死 牛哥喷嚏机形态的对手 仍然是55K战神 马格南服将军 各种微操玩的溜的一批 显得牛哥像个没啥心眼的土地狂 这下爆笑如雷了家人们 最为重量级的 当属牛哥的大金牛形态了 这玩意儿是他不当人 偷袭几乎洗头哥 赢得邪魔图大奖赛后的奖品 所以也叫做邪魔神形态 他是霸牛无敌论的理论依据 那么大金牛到底有多强 先看数值 权力306吨 踢力6.8吨 跳跃力4.1秒 跑速100米9.4秒 不能说拉胯至极 至少也是一坨打死 乍一看就是个纸老虎 但牛哥在赢的比赛时 许下的愿望是 能够获得击贿所有假面骑士的力量 所以大金牛形态 拥有极强的对骑士特攻 头顶原先的霸牛脊脚 强化为了众神脊脚 该脊脚能够将牛哥 对假面骑士发动的所有攻击 强化至数十倍的伤害 并且还能在心理层面 给对方施加大量威压 以及大幅提高格动能力等 可以将所有来自假面骑士的攻击 进行超压缩 再生成特殊领域使其无效化 这两件力气 便是牛哥无敌于世间的资本 这个时期的大金牛 哪怕你是副将军来了 都得挨俩搭笔斗子 但大伙也都知道 牛哥比较一根筋 说只针对假面骑士 那就只针对假面骑士 除了赖打外 他是一眼都不看的 这后TV第36话 牛哥被老阴毙 当时鱼形魔徒打了个偷袭 抱了一地装备 简直就是一生之痴 所以后面景和也学聪明了 直接许愿 拥有不属于任何人的力量 拿到了TV杀工的无人将军形态 这bug不就卡成了吗 值得注意的是 大金牛的无敌 只是力量层面上的无敌而已 他非常容易被从机制上针对 苏埃尔就数次使用时间倒流 让牛哥失去了 大金牛形态的变身能力 这说明邪魔神霸牛 在射能机制层面 甚至还没有超过 大刚炮本身的维度 更别提碰瓷后续 可以重塑世界的狐身了 随手就能给你发一点好吧 当然 牛哥如果想要再次变身大金牛形态 也不只有拉牵面子 去求狐神这一条路可走 咸门神形态本身已经和牛哥融为一体 只要他展现出强烈的觉悟 便可暂时恢复大金牛之神 垂暴对手 最后就是牛哥的最终形态 狂怒爆裂形态了 该形态目前为止 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数值和设定 只知道他是狐神 现场给牛哥搓的歪腕 拥有正面硬钢金壶的站立 光看表现 甚至已经超越了二级镜盒 还有三级纳猫的最终形态 不会是高球轻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不同看法 或其他想看的内容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评论区讨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